Hello,大家好,我是小战 这个房子呢,就是说是吧,准备卖掉 然后的话呢,现在就是说这个不怎么景气嘛 所以呢,看房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 呃,挂出去那么久了,挂到那个中介嘛 基本上呢,就是来了两个客户 一个呢,我都说过了,嫌这个户型呀,不怎么好 然后呢,一个呢,就是说价格给的太低了什么的 所以说呢,迟迟没有卖掉 小九月呢,现在跟我离婚了 然后呢,现在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一直呢,就是说不肯离开我们家 反正呢,是吧,就要在这里赖着 他现在呢,就是说啊,还让我把这个房子 就是说过户给他 而且呢,过户啊,一毛钱也不给我 还有的话呢,连那个过户费啊 要交那个什么,啊,税费什么的 都让我来出 我说这怎么可能嘛 怎么可能是吧,啊,有那么那么简单的事情 他先就想着啊,住在这里 然后呢,霸占着我们家的这个房子 而且呢,还提出让我就说净身出户 本来呢,是吧,离婚的时候呢,已经 就是说算清楚了 那个婚内财产啊 两个人就说啊,怎么谈的 我呢,是吧,给了他挺多的 然后呢,他说是把孩子 留在我这里,对不对 他呢,反正什么东西都不用管 已经说得很好了的 他说不能,让我不能再婚 我现在呢,我也做到了 但是呢,他还是就说不肯离开 反正呢,就说让我现在把身上了的钱 现在有的啊,还有那个什么 整地款全部都拿回来 全部呢,就是说给他 我呢,相当于就是说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还不算啊 还要呢,就是说分期 就说再给他20万 我说你叫我拿,我也拿不出了 他说你把真的的钱全部给我就行了 给我了以后呢,你就说 呃,再写个借条 说呢,就是说还欠 呃,小九月20万 然后的话呢,按照就是说三年的时间嘛 三年呢,你要把这20万 就是说给其 你分季度给也行 你分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也可以 如果说一个月给的话呢 就是说是吧 呃,20万 三年,一年就是7万块钱 然后呢,一个月要给6千块钱给他 这个这个钱呢 是为什么要给的呢 他就说是呃,那个孩子的 这个读书的费用 生活的费用 以及呢,他现在是吧 呃,怀孕这个产检 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 反正呢,就是说每个月的一号一号 十号也罢 就这两个时间 要把这个钱呢 就是说转到他的卡里面 或者直接转账给他 我一听我就觉得是吧 这个东西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忍无可忍的 什么情况嘛 反正呢,你也要 你要霸占着 是吧 还不给我住 现在呢,已经就说 我在这个小房间住了那么久了 把我赶到这个小房间来了 小房间呢,还放满了东西 把我这里 相当于我先住的 不算是一个房间了 我觉得呢 我住的就是一个杂物间 如果不想住这里的话 那就只能说去那个大厅 啊,睡沙发 这是第一个事情 霸占着房产 然后的话呢 迟迟不肯离开 让我过户给他 第二点呢,就是说精神出户 我还怎么精神出户吗 这个钱是吧 我虽然说我现在有点什么存款之类的 但是呢,是这几个月 对不对 我自己赚的 而不是说是吧 是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没有这回事嘛 该给的东西呢 我已经给了 给的很明确了 给的很彻底了 精神出户都还不算 对不对 居然还让我给他写戒条 还欠20万 我怎么欠了 我都说了 你说什么生活费什么的 我都 难道啊 你做一个妈妈 是吧 你也是啊 另一半啊 对不对 那这个责任 我觉得呢 是共同承担的 怎么可能是吧 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你带着孩子 我说那你可以不带啊 现在不是说怀孕了 那你是吧 跟我 没什么好争的呢 我说大儿子是吧 留在这里就行了 然后的话呢 读书的费用 什么费用 我都不用你出 我也不要你给什么生活费 我也不要你给什么抚养费 宴可的费用是吧 我都不要你承担 然后的话呢 是吧 大家两亲了就行了 你也不要说 让我什么精神出户 毕竟呢 我也要生活的呀 这种东西 你说的轻松 对吧 全部给你了 那我拿什么东西来买菜 做饭 我拿什么东西给孩子交学费 我拿什么东西是吧 交这些水电费 这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老是说那些 就是说 不着编辑的话 老是提那些 就是说 根本人家没有办法 达到的这个要求 你怎么沟通呢 这个东西是要讲道理 而不是说是吧 呃 单凭你的一面之词 我 你说叫我给 我就给 我任何一条 我都不同意 我受不了他 我跟他一边 我听到